本集的《BNO的故事》 嘉宾十分特别 因为这是我一个真真实实的朋友 即是我实体朋友经常说的 而录音的地方是我家的牛花园 看着星空 摸着酒杯 慢慢跟他讲一下他找工作的心得 未进入正题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东西想说给渔村的人 或者来到渔村的人听的话 不妨就发电邮或者MV我 你可以录音给我也可以 或者写文字给我 我会帮你读出来 好吗? 别这么阻挡大家时间 直接去片 之前也访问过很多人 今天就很特别 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访问 其实他看着星空 摸着 很漂亮的环境 这位仁兄 据我所知 他之前跟我说的 他是一个前的公务员 那么多个访问之中 这个是最特别的了 因为我之前问的 多数都是一些私人职场 而公务员过来的话 这位朋友 不如你自我介绍先吧 我叫JD 以前是公务员 谢谢你 補充得很好 给你说一说 确认了 有什么动力 会推你来英国呢? 其实14年雨伞的时候 已经有些想离开了 直到近几年 加上去年年尾 之前已经吹风 又说要宣誓 又说要成 其实那时候已经在想 万一真的要宣誓 要成 那我还做不做呢? 其实那时候已经积极 想着都是要走的了 所以一说宣誓 一说成 我就已经 帝子了 OK 理解 其实任何正常一个人呢 都会 过了1920年 见到的事呢 都会想走的了 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好了 那JD 你来到之后 习不习惯英国的生活呢? 有没有准备先 你心理上 之前来的? 其实心理上 一早都准备了的了 就是 当时就没想过会是英国的 有想其他地方的 那后来才出了BNO5加1 那就 才转了来想英国 因为从来没想过会去欧洲的 其实 那因为有这个BNO5加1 所以就考虑来英国 那那个心态 其实已经是预备了 都是走的了 那其实之前很多亲戚朋友 都去了移民 去到城 其实都知道的心态 是放下了你之前 那个生活 总之你不能够再想之前那些东西 那就重新去适应 重新去学习 那现在 各样东西 其实相对来说 你用同样的价钱 你用回在生活上面 其实比香港的质素 是好 这边 OK 饮食方面 我认为你都习惯的了 你应该和我们一样 但是汉奸走狗 卖国策 都很喜欢向往一些西式的生活 那在香港都吃西餐多些 其实 这边唯一不习惯 就是你如果出街吃就少了选择了 因为你始终香港是美食天堂 你没得给的了 那你要吃一些其他国家的东西 在这边是差点了 当然 OK 不过我就这么说 有些好处的 就是说我们来这里 吃这么多家的东西 很老实实 我跟网友说过了 便便那里 其实以前那些皇帝都会看 便便来决定皇帝身体健康 好没有的 我发觉我这边的颜色 是好了很多的 不讲这么细细了 那喂 我知道你呢 就极速找到东西做了 都算极速了 那你搞定了家 塑造了那些东西之后 就找东西做了 那现在你介意说 你在做什么呢 其实 我在这边是 找了一个 Pick and Pack 的工作 其实这边的工作 如果你要找Pick and Pack 其实有很多 那看回你家附近 有没有近一点的 Pick and Pack 的地方 那如果有的 其实都很容易找到 因为他Brexit 就是脱了欧之后 其实很多东欧人离开了 那变成了呢 其实就有很多职位空缺 在Pick and Pack 那里 那但是这边呢 相对来说 又不会 不会有 就是那种 觉得你 哪个工种 哪个工种 那个问题 就是你男领 和白领 其实相对 那个人工 不会差很远 最近呢 我就看过呢 有个出来的广告 就说 就是报道 就说 有现在请货车司机 很缺人 他愿意出钱给你学车 那呢 就如果学了之后呢 每年薪呢 在说是 5万5磅左右 是给教书 给做医生律师 是赚得更多钱 那当然了 因为其实整个社会的架构不同 所以不可以做比较 还有这里的花费 真的不是想要充那么多 是吧 好了 那我想问你 工作上你习不习惯呢 那以前是公务员 还有我都叫做 不需要太多体力劳动 但是来到这边 你是pick and pack的时候呢 而且我是做一间 头 头过几位的超市 那变了呢 他的工作量挺大的 那我又不是 做一些online的picking 而是做一些 帮一些小的店铺 将一些货 由一个大仓 传到一些小的店铺 所以变了呢 我们pick and pack的东西 就是一板板一盘盘 那变了就会是体力劳动 所以是很不同 OK 那 顶得顶呢 其实暂时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仍然OK的 因为其实都挺 可能跟你以前呢 工作都挺南沿北切的 就是以前你可能去做一些 比较相对文职的东西 那你心理上 你会不会有些什么 的hesitation呢 其实等于之前都说 就是朋友啊 亲戚移民呢 其实都给了很多hints 我们就是说 你要放下了之前在香港那种 你到底是做什么职业啊 你那个情况是怎样 你将它抹了去呢 就是你来到 你是重新一个开始的时候 你不是当自己是一个 幼稚园学生 在这边重新再来过 那其实各样东西 当你是重新开始的时候 你去学习去适应的时候 你自然一定会适应到 其实 我绝对认同 就是你没理由一来到人家的新的地方 就说 哎呀 我以前是做皇帝的 你给皇帝我做吧 一定不会 我觉得这种心态一定很重要 没错 又问一个很老土的问题 你觉不觉得 歧视问题 我问过以前 一些访问的人 多数说都没什么的 但我听之前跟你聊天 你都跟我说 有些东西是剩下的 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呢 其实很老实那句 歧视呢 始终英国人 他们是Ladies and Gentlemen 当然 他们始终都会做一个 紳士的态度出来的 其实他奇不奇事 就不会说 好像小孩子 我去欺凌 去歧视你 他们不会这件事的 但是在工作上面 你看得到一件事 就是去到一些 比较舒服的位置 或者是做文职的东西 大部分你见到是一些白人 而那些白人 你不会见到他是那些 东欧人 或者北欧人 通常都是Local 其实问心那句 如果我们在香港 我们自己开公司 我们在香港工作 你会不会给一些 外籍人士 就是不要说 白色人种 你会不会给 另外一些人种 去做一个高职位 而不给香港人做高职位 如果你同一个公司 大家都是将心比己 你都是给香港人做高职位 同样地这边 一些比较舒服点的位置 或者是 比较好 文职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白人 你可以当这些是歧视 但是我觉得没有的 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一样的 我常常都比喻的就是说 那些天朝的人 说我们漁川人 歧视他们 我告诉你 sorry 其实北京人都会歧视贵州人 上海人都会歧视广州人 一样的 就是我不是说这样是对的 只不过就说 你切身处地 你站了去的位置 你始终不多不少的 又是那句 刚才我们说我们是新来的 其实某程度上 你要接受这个游戏 你要接受这种这样的 就是new beginner 我们叫做 就是你叫double new beginner 就是一个 beginner 那你就要接受一些 你来到这里 那你就要从低开始 那我深信有些东西 就会慢慢游 真的游 你开头的时候 是很不舒服的situation 慢慢 我有些之前访问过都说 他是可以做做下 跟着公司上息 现在越做 比较责任越大了 喂 其实我都听过你讲过 还有些个案 是这些白人都挺白眼的 是的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因为是一个大的仓 那我们要拿一些 fork leaf的truck 跟着后面就有两板的货 那我们就要去那些碑那里 放下一些货 那其实 我们跟那些有色人种 一齐 砍完一些东西 跟着要去交 交给那些碑的时候 那有些白人呢 他就是将我们一板板的东西 去用他们的另一个truck 就放进去那些货柜车里面 那些白人呢 如果是单程那个车 他就对头顶着我们的时候 那些白人呢 通常呢 因为他们那些是比较 年之内的了 我相信 那他们呢 就会 另一面 当看你不到 然后呢 你们那些车呢 就要退后 让他先走 那就算他 只有一格在前面 我们有三四格在等着过去的 他都不会让你 那他又另一面 当看你不到 还要黑面给你看 那跟着我曾经问过 一些黑人同事 那我说 他黑我的面 还要转着面 当看我们不到 跟着那个同事 跟我说 他说他们是这样的了 那但是 我们就是要和这些同事 一起工作 就是其实是很无奈 就是不只是我们 是所有其他休息人种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明白 那其实他们有没有 平时有没有 和你们打招呼的那些白人 那又公道点说 有某些白人 就很like 很fan的 那他也都会来 很主动问你 哪里来 接着知道我是香港来 因为我很emphasize 我们是香港人 香港来不是其他地方 那也都告诉他们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我会趁这些机会 告诉他们 这几年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 他们来到英国 一定要 那然后呢 他们也会很愿意 去听的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都交了几个 英国的朋友的同事 那他们也都很helpful 那其实相对来说 有一些是很like的 我就会比较乐观一点 去看这件事 有可能那个人 根本就 就算你是白人 都不喜欢和大招呼 诸如此类 不过 我另外和你闲聊的时候 我们都 我听到你说这件事 是几不开心的 是有关香港人 不如由你把我说出来 为什么呢 其实 一开始我来这间公司做的时候 就没有见到其他香港人 那我做做的时候 其实之后就来了几个香港人 那我 和他见到面的时候 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香港人 那我 当然看着他 他又看着你 但是他又不会跟你打招呼 他又不会成 那接着 经过其他同事 即是外籍的同事 跟我说回他 他在香港来的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话 那我才知道 他真的在香港来的 因为我亦都不肯定 到底他是香港还是中国 可能同样地 他都会是这样 不肯定你是香港 还是哪里来的 那当我知道了之后 那我就跟他们 开始有联系 有讨论过 但是他们亦都是一句起 两句子 那就是这样 但是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突然间我就觉得 我见到一些同事 其他外籍的同事 譬如东欧人 他们碰到面 就是大家 去收拾东西的时候 虽然不是经常碰到面 但是他们一碰到面 就有一种兄弟的关系 就会出来 他们会互相聊天 碰下手 碰下拳 就是大家 巴打活 北欧人又会这样 东欧人又会这样 巴基斯坦人又会 黑人又会 但是我见不到我们香港人 会是这样 就是这件事 令到我突然间就是 想起船头赤 就是他 为什么去到外国 要有中国同学会呢 其实因为 这种是一种兄弟的关系 和你令到大家团结了 你会大家会有一种 即是畏直 其实互相 这个我觉得呢 有少少跟我们漁村呢 一直来说的人呢 是真是难忘了 正如很简单 现在我们住隔壁轮舍 虽然未必 我没有什么记性的 起码有几户人 我都叫打了招呼 有一户我只能记得 他那只狗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都会的 我听你们说 你们更好 旁边有些邻居对你好 一会再说 正如在漁村的话 其实我对上我住的地方 在南区某个屋苑 我旁边那个人 其实我临走那天才和他聊天 他说你搬了 原来他想卖我一层楼 才肯跟我聊天 否则他一世都不跟我说话 大家见面 点码头都没有 那这件事 其实我都挺失望的 尤其是在英国 我曾经几次在街上见过一些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渔村人 因为他们看他们打扮 分得出的 还有精神 就是状态 看得出的 但是他们很刻意地回避眼光 会直接好像当你看不到 看不到 那这件事我也是挺不开心 说回开心的事 我听你说 你们的邻居 真是不错的 你有什么法宝 点我两度 因为我就是搬新屋 其实我想很多香港人 过来之前 都看了很多YouTube片 我相信 其实英国人这边 他们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的 那你新屋入伙的时候 其实你买一些小食物 我当天其实做了一件事 就是去托朋友 买了一大盒的巧克力 巧克力 然后自己找一些小袋 找一些小袋 找一些小袋 就夹好 连接一张卡 就说我们是哪间屋 什么名字 然后逐家 逐会去派 派给鄰居 也都很开心 有些邻居是有回头的 竟然 有些带着子女 然后自己刷了一张卡 送过来 就欢迎我们 成为新邻居 有些直接送杂花 其实相对来说 这边 英国的人 他们是比较友善 还有是很和睦 鄰居 会是 不止这样 我听你说 其实你还有些东西 例如有些人 会帮你们 或者你也有帮人 帮些公公 因为你旁边有些公公婆婆 你不如说一下 你做了些什么事 分享一下给一些 这边的 就是我们 酷酷的香港人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我不会说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 或者我现在也是这样 或者自己不知道 但是就说 喂 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的 OK 因为其实 这边 如果你住不是Fat 你住后 通常有前后花圆 或者有花圆 总之 夏天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剪草 要除草 要等 其实 因为我们旁边 有一个鄰居 比较年纪大 她是 单身的老太太 她其实 做不到一些太厉害的 园艺工作 我和太太 见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就 问她 你需不需要帮忙 如果我们弄开的时候 帮你弄完 然后帮她 帮她 除了些 薯头 剪了些草 剪了些杂草 帮她 然后帮她 其实她 经常都和我们分享 因为她独居一个 她 去买菜的时候 又分给我们 会有这样的情况 很温馨 这些 其实这些 我想 住在渔村 几十年的人 除非 真是最最最最 以前 住在牛头角那些 才会有这些香情 如果不是 牛头角 我说的是 旧牛头角 一走出去 几十户那些 第几座 第几座 就有机会这样 但是现在 新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完全没有了 这种味道 那我真的觉得 反而这件事 在英国是找到 我觉得这件事 相当好 你介不介意 说一下 现在你份工 大约的收入是多少 其实它是 照时薪计的 那你计它 大概11磅 一个小时 是 都挺高 其实相对来说 Pick and Pack 这间公司 给的人工是高的 因为可能 是相对辛苦 因为你要pack 一板板的东西 但是这样 不止 有些福利 你们好像 通常这些 大公司 都有员工 有优惠卡 有些会有10% 有些会有15% 其实很简单 你 衣食住行 如果你买衣 买球鞋 你不会天天去买的 你给10% 也好 就算我一个月 买一队 我都是买12次 12个月 但是如果你是 一间超市的时候 你吃饭 你天天都要吃 你要买菜 你想想 你如果每一次 去买菜 都有10% 和15% 一年少数把场 你计算 这个福利 还有 它这间的超市场 是我自己的最爱 它因为 不要提示太多 免得影响人家 如果这样说 围起来说 一个月 大约 你刚刚说的 例如 翻五天 放两天 那你大约 可以找多少钱 你介不介意说 它一个月 其实是四个礼拜 这样计算的 大概 你除了税 除了NI之后 有1600 7磅 相当不错 四个礼拜 八个钟 那吃饭呢 吃饭它有餐厅的 其实相对又很划算的 因为外面 Fits and Chips 你七磅八磅 但是我们餐厅 一磅多两磅 你吃了个午餐的了 哇 据文说质素不错 是的 好了 今天很多谢 你的接受访问 有些什么 和 仲在渔村 或者过来英国的渔村人说 大家要团结 因为始终我们离开了我们熟悉的地方 这里我们其实是一个少数民族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团结 我们一定会输 香港人加油 地震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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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离开了 对 好 对 大厂